为什么你做的葱烧豆腐 既没有葱香味又不入味呢 其实就是忽略了这几个技巧 首先选择大葱 切成一厘米长的斜刀段 俗称马耳段 碗中放生抽 老抽 蚝油 盐鸡精 淀粉 适量清水 搅拌均匀 这个灵魂料汁就调好了 豆腐直接用勺子切成大块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更加入味更好吃 锅中油热下豆腐 煎至多面金黄盛出备用 不用另起锅 下入大葱 大火炒出香味 这才是葱香四溢的关键 下入煎好的豆腐 淋上调好的料汁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了 这样做的葱烧豆腐 葱香四溢 入味 好吃又下饭 喜欢你也试试吧